各位钓鱼家的朋友,你们好 在一般路亚抛头的话,我都会采用FG-NOT 很简单的一个FG-NOT 在这里我想示范一些给一些新手能够学习FG-NOT到底怎么绑 这个是PE线 大概在这么长,我把它剪在我的位置 这个是你的直线,也就是你的Leader或者是PoloCover 大致上,大概这样 很简单,它上去 母线,第一线交叉 再交叉 就跟它拉紧 一样在交叉 拉紧 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动作 交叉 大概一个十千,十二千左右 对我个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所以我开始在后面有一个收口 稍微把它缠入我的脚 稍微把它缠入我的脚 然后我大概 顺路上的方向 再打一个死结 在第一个结的时候 你的线要拉得很紧 刚才我是往下 现在我往上 拉紧 拉紧 打结 也就是说 上下沉睡 上下上下 这样子 一样 一样 打死结 这个是往下 这个是往下 再往上 再往上 大概一个五六千左右 没有 我们开始 处理的用 把它拉 稍微涂一下口水 开始处理的拉 你在拉这个的时候 切记 切记 切记小心你的手 不要给它割 那个B一线割进去 手里把多余的直线 把它剪掉 剪掉 变得靠近短 这个就是刚才拉的不小心 割到的 稍微再收口 所以有一段 这个收口 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你的 在收回家的时候 你的这个 链头很容易 从你的干 盖头很容易 顺畅的接收进来 所以 一样 这个是母线 披衣线 所以 再稍微的 给它收 一样的程序 上下左右 把时间 披衣线 再来一个 最后 你大概可以转一个 四千 一千 两千 三千 四千 就稍微的 跟它拉起 大致上已经完成了 然后就把多余的PE线 剪掉 大概你要留一个 两 两个mm左右 再用你的打火机 稍微跟它烘一烘 早知它不会松动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PE结 MG结 希望你的新手 很容易的斜上手 很容易的斜上手 在一般 一般路雅的抛头 很多 很多新朋友问我 到底我们的Leader要几场 就随心而已 就看你的干大概有几场 我这里有绑好的一个吊锁 在你的扣子 也就是说你的扣子 在你的干头 大概这样子 你在线收热完 干头 那个step顶住你的干头的时候 大概你的Leader 不会捡进去你的捡进去里面 我觉得这一般都已经足够了 看到 然后你的step头 大概在你的干头 这样的Leader 大概一手 也就是说看你的干的长度 你的干的气扯 你可以绑到气扯 我觉得都ok 在这里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路雅 路雅的程序 希望你们会喜欢 在这里我也祝大家 在这里 吊鱼块 吊个大鱼回来 谢谢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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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